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二根》创作 头驼渊小桃红为您播讲的《一面永恒》 后期制作《平海临风》 第二百二十集 趁着夜色,白小春离开中风去了巨手山下 到了血系宗外的通天河岸边 以他如今的身份获得一些通天河水不难 所以找了个理由就通过此地修士的关卡 在这通天河边取回了十多滴通天河水 这些通天河水加在一起正好是一中的量 被白小春小心翼翼的带回洞府 沉吟片刻后开始吸纳 数日后 他终于将这意义中通天河水吸入到体内 凝聚在第四层灵海上时 他才结束了修行 接下来就是慢慢的融化这些通天河水了 当完全融合后 就是我成为住妻后妻的一刻 白小春振奋在这院子里走来走去 背着小手 傲然的在心底自言自语 我现在已经住击中期了 已经很厉害了 那我既然这么厉害了 那么我成为大长老也不是不可能啊 白小春瞄了眼中风上指去 那种明明知道永恒不灭之物就藏在那里 可却偏偏无法获得的感觉 让他时常郁闷 他现在已经打消了潜入进去 偷走永恒不灭之物的想法 宋军晚的洞府在他看来防护森严 自己实在没有什么把握 怎么才能成为大长老呢 挑战宋军晚 白小春摸了摸下巴 挑战还是其次 最主要的我得服众啊 让血熙宗的高层知道我的重要性 知道我是一个不可缺少的弟子 对我越来越正视 这样的话 我去挑战宋军晚成为大长老 那就顺理成章了 白小春点了点头 觉得自己想的很对 于是得意的抬起下巴 啊 现在我已做到了一半程度 想要让人更重视我 还差一个让所有人震撼的步骤 白小春觉得 白小春觉得 此事没有任何难度 他来血熙宗不算短了 早就打探的清清楚楚 血熙宗的药师很少 而宗门高层对于药师极为的重视 也曾发布了很多门规策略 试图让弟子去走药师之路 可因本身的体系问题 效果始终不好 毕竟血熙宗骨子里的魔宗心性 在血熙宗弟子看来 炼药耗费时间 不如去学功法 增加战力 需要丹药了 去丹西宗抢就是了 需要法宝 去抢玄西宗就是 需要灵兽了 那就去抢灵西宗 所以很少有人专注炼药 只有不多的一些弟子 才会如此 比如假夜葬就是 可这种数量 对于庞大的血熙宗而言 只是杯水车薪 好久没有炼药了 白小春想到这里 黑黑一笑 笑声在这夜色中飘荡 传入四周血树耳中 这些血树更发抖了 觉得白小春的笑声 充满了阴森 不过在炼药前 还有一个问题 需要解决 我之前虽多次显露出一些炼药的造诣 可若一下子太强了 必定会让人怀疑 所以需要一个契机 白小春 眯着双眼 这灵西宗内有一处圣丹残壁所在 据说是万年前 从丹西宗抢来的 可以让人在丹壁面前 感悟药道之法 我去假装感悟一番 然后再开始炼药 就不会引起什么怀疑了 白小春得意的笑了笑 此事早就在他的计划之中 此刻琢磨着 时机成熟了 于是没有迟疑 在第二天清晨离开洞府 下了中风 直奔内门弟子区域中的圣丹残壁所在的地方 吉尺 不多时 他就来到了圣丹残壁所在之地 看到了那三人多高的巨大石碑 这是他第二次来到这里 第一次路过 在这里遇到了雪梅 被雪梅高高在上 犹如看楼一般的扫了一眼 此刻 第二次到来 白小春远远的 就看到石碑下有几个内门弟子 正苦思冥想 目不转睛的凝望石碑 他的出现 立刻让四周那些内门弟子 一个个面四个大便 赶紧起身败一件 不敢靠近 快速离去 是的 当白小春走到这石碑下时 四周放眼看去 没有任何的身影 白小春摸了摸下巴 干咳了一声 对于这一切也都习以为常 盘西坐在丹壁面前 他抬头看着眼前的残壁 想起了假业葬曾和自己说过 八千多年前 血西宗也出现过一个担导奇才 就是参悟者残壁后 炼药水准大范围提高 这么看来 当初血梅那小娘们在这打坐 也是试图要去参悟啊 白小春不屑 他始终奸细 炼药之法 虽存在了悟性 可却绝非一朝一夕 就可以明误的 需要的是不断的累计与常识 一点点的摸索 才可以最终大成 至于这参悟单笔 在白小春看来 即便是真的有些用处 可让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弟子去看 根本没用啊 哼 我就来做做样子 给人一种参悟收获很大的样子 然后就可以了 白小春 抬头看着眼前这个单笔 脑海里所想的 却是当初在灵溪宗 感悟巨兽雕像的一幕 嗯 得好好模仿一下 白小春打定主意 装模作样起来 睁大了眼睛 看着单笔目不转睛 这实悲奇异啊 白小春在看去时 他立刻发现自己的心神耗损 居然一下子加快 正在诧异时 白小春没有停止 任由心神耗费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一念有恒 就这样 三天过去 很多内门弟子 在路过丹壁时 都看到了白小春的身影 看着他目中 甚至都出现了血丝 看着他在那里 手舞足蹈 仿佛精神恍惚 一个个 短时诧异 业葬前辈 他这是 莫非是感悟啊 天哪 好久没看到有人真的能感悟成功了 业葬前辈这儿 竟敢悟了 那些内门弟子 纷纷信惊 这消息立刻传开 使得四大山峰的筑基修士 也都有不少人 听说了此事 甚至有一些 还过来看了眼 直到 又过去了七天 白小春眼睛都化了 为了逼真 他目不转睛的 十天十夜 甚至有些时候 他都出现了一些 神情恍惚 这不是装出来的 是真的恍惚了 这种恍惚 如同失魂落魄 与感悟相似 外人 很难看出不同 新神的大量耗损 即便他刚刚修为突破到主机中期 也都无法通不恢复 渐渐的 恍惚的时候越来越多 直指他自己察觉 一天夜里 居然有大半天都在恍惚时 白小春琢磨着差不多了 于是想要结束 并装出一副大有收获的样子 刚要收回目光起身 可就在这时 白小春身体猛得一阵 他睁大了眼 死死地盯着眼前这个单臂 他的呼吸加剧 他的双目收缩 他不知是不是错觉 方才那一顺 要收回目光的刹那 他竟隐隐地看到这单臂内 出现了一个模糊的身影 这身影似在炼药 用的方法与他所学的药道不同 白小春身体一阵 又缓缓坐了下来 直勾勾地看着单臂 他体内的心神之力 在这一刻消耗的速度更快 而他整个人的神魂 似乎都在这一树从体内消失 融入到单臂中 出现在了那模糊的身影身边 随着观察 白小春见见心惊地发现 自己看到的的确是一次 炼药的画面 虽然不知道炼制的是什么灵药 可这药师炼药的手法 却匪夷所思 他似乎没有固定的药方 而是随意地取出两种药草 借助相生相克的变化 不是取出杂质 而是让其变化达到极致后 形成一种新的药力 观察着新产生的药力 它会不断地填入其他的药草 使之再次改变 种种的一切方法 如行云流水 使得那单炉内的药力 时而狂暴 时而温和 时而沸腾 时而死寂 可无论怎样 都是在那药师的掌控之内 似乎这药力 无论怎么改变 都在那药师的操控之内 游刃有余 对比白小春 在灵溪宗所学习的药道 很明显的 这石碑内的药师 所透露出的药道造诣 根本就不在一个层次上 似乎灵溪宗的药道只是初级 而眼前这药师所掌握的 则是更高深的境界 这不是在炼药 这是在炼制草木 白小春忘记了时间的流逝 直到他眼前这单笔内的虚影 最终炼制结束后 打开丹炉的一刻 出现在其手中的 是一粒青色的 如同草木般的丹药号 白小春脑海轰的一声 隐隐明雾 炼药之前先炼草木 根据自己所需要的药力 去从无数药草中寻找 若是找不到 那么就要自己去炼出来 想象有多远 药道就有多远 这是一草木之丹炼药之法 白小春吸神如天雷落下 轰明八方时 他身体颤抖 呼吸急促 对于这单笔充满了强烈的兴趣 再次的沉浸其内 与此同时 这圣丹残笔 在这一刻散发出青色的光芒 这光芒越来越明亮 很快刺目 最终化作一道青色的光柱 冲天而起 撼动整个血细宗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请订阅此专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 感谢观看